这是梅花白梅 这是刚才那个小蜜蜂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实际上它不是蜜蜂啊 它是小蜂子 今天主角还是梅花哈 这是梅花的一种 叫香花白梅 从它这个名字可以知道 它有香味 香吗 我闻了一下 有淡淡的清香 很甜美 梅花它的耐寒区啊 应该是属于六局 Zone 6的耐寒区 所以呢 在多伦多不是太惊动 像过去的这个冬天啊 是暖冬 所以在户外啊 可以将就过冬 但是我哪知道 这个冬天暖和不暖和 所以我就在它 把它是放在我的冷藏室里过冬 我的冷藏室呢 相当于是用七六到七之间吧 所以这个过冬 在冷藏室还是很安全的 这棵梅花呢 也养了好几年了 一直在盆子里头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梅花啊 作为盆景是很流行的植物 所以它对盆土的要求的大小啊 它的根系相对较小 对盆子的要求呢 并不高 那么作为小树呢 它生长还是相对比较快 仔细观察呢 它开花都是在一年的新枝上开花 所以在花后给它进行适章的修剪 可以促使它长新枝 也就是来年有更多的花看 它的生长呢 也相对较容易 夏天就给它放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位置 让它自己长 太干了 给它浇点水 很容易伺候 它的花啊 实际上比较小 当我第一次看到开这么小的花的时候 说实在的 有点失望 小失望 和那些大红大紫的 Cherry啊 Crab Apple啊 北美海棠啊 李子啊 车李子啊 根本没法比 但是啊 有时候养花 不是涂了它大 涂了它艳 而是涂了它 一个是涂它稀有 在多众多还是很少见 另外呢 这是第一批开花的小树 而且你看我这儿拍视频吧 我就可以闻花香 这也是梅花的特点啊 开花很早 让你在春天享受第一缕的春意 一听我就是胡说八道啊 我都领略春意好几个月了 但说实在的 每次看到新的花开 都是有点小激动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什么呢 像这种不是太耐寒 需要保护过冬的植物啊 开花 特别是开花植物 在早春的时候要防止倒春寒 有一年就是把它拿出来太早了 小块全冻死了 实际上是小花包都冻死了 一点都没打开 浪费一年的机动 那么温度 夜间温度到零摄氏度以下的时候 就把它放倒 然后给它盖上被子 一定要在关键时刻保存胜利果实 如果没有冷藏室呢 冬天也可以在车库过冬 在车库过冬 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要每个月去检查一下 不能让它的盆土完全干透 要定期浇水 比如说一两个月 可能还要浇次水呢 有人可能会问 在室内过冬行不行啊 像这种耐寒的植物啊 它冬天需要冷一下 它才能长得好 否则的话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啊 有说行的朋友 欢迎在下面留言 你有经验在室内过冬 欢迎和我分享 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了 先话百美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也喜欢春天的花 你也可以全网搜索 时针加花名 可能找到你有兴趣的更多视频 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 咱们下次见